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悲惨 这是福音的入口 第三讲呢 就是攻破文化的迎雷 那么中国人历来以文化渊源深远而骄傲而自豪 在当代我们中国的这个人的这个价值观 世界观 人生观也非常非常的世俗化 是福音的障碍 我们怎么攻破这些障碍 那么第四讲是持守属天的意象 这个本来应该是第一讲的 但是我还是把它放到最后 就像主说的 凡是我们看见的就是属于我们的 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十三亿灵魂这么大的工厂 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 是不是看见了神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意象 这是激励我们去传福音的那个最高的动力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题目 就是依靠福音的大能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福音本身就是带有能力的 这是我自己传福音这差不多二十年吧 一个最深的体会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本身能救人 不是我们 乃是他本身 而我们常常 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 常常是阻挡福音大能的发挥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基本的任务就是 消除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 自己身上所带着的那个阻力 而把耶稣基督直接的带到听众的面前 这是最要紧的一点 首先讲什么是福音啊 因为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 到底什么是福音 我在拍电视系列片福音的时候 我曾经打电话给国内家庭教会 那个嘉南诗歌的作者小敏 我就问他 我说到底什么是福音 你能不能很简单明确的告诉我 他很谨慎 他说我要祷告一下 祷告了一会儿以后 他才跟我说 他说福音就是神的儿子 其他的你自己去想吧 这是他的原话 确实是如此 福音其实很简单 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福音的最清楚的一个写照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这就是福音 那么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 也这样说 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一开始他就讲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这就是福音 福音很简单 我越传福音九 就越发现他本身是很简单的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 全能的上帝来到了人间 要打救我们 拯救我们 他的救法是极有力量的 是极有效率的 你们看武侠小说 武打电影 知道吧 武功越高的人 出招越狠 一招就解决问题 那全能的上帝 如果来救我们 那还不做得极简单极简单 但是代价是极大的 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 这代价是极大的 牺牲是极大的 但是他的功效也是极大的 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 他都做成了 我们所做的只是接纳他 接受他 信靠他就好了 所以福音就是神的儿子 当我在拍这个福音电视片的时候 构思到底怎么写这个福音剧本 当时也有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 包括国内的 提了好多建议 怎么写这个福音电视片的剧本 我一看全是神学 全是教义 有的甚至是把系统神学都搬来了 这个上帝论 人论 罪论 基督论 末世论 全办了 他们以为这就是福音 小敏的祷告 他的提醒 也是我自己的祷告 其实就是耶稣 所以后来在这个四集里头 第一集就是恩典 就是讲我们主耶稣的恩典 全部是主耶稣 第二集真理 因为圣经说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第一是有恩典 第二是什么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就是第三集 就是生命 最后一集 呼唤 就是讲两千年来 那些信耶稣的人的见证 整个福音电视片 就是突出耶稣基督 感谢神 我们当时想用那个耶稣传 这个电影 作为基本的素材 但是呢 他们不给我们用 开始我们很失望 但是后来才发现 这是神的美意 为什么那个耶稣传 其实大家都看过了 都很熟悉了 而且仅仅是根据路加福音拍的 那么后来神就让我们发现了 美国拍的另一部电影 叫《纳斯勒人耶稣》 这部电影是把四福音书的内容 全放进去了 而且呢六个小时长 是好莱坏牌的 我们就把板全买过来了 买过来以后才发现 整个耶稣的生平 那个全在里头 我们用哪一段都有 真是感谢主 当然后来耶稣传也让我们用了 让我们用了 我们只用了他一点点 大部分都是用 纳斯勒人耶稣 所以感谢主 这个福音专题篇 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每一集的前半部分 都是讲人类的光景 比方说我们拍恩典的时候 我们前半部分就是讲 人类没有恩典 人类都是罪恶 需要拯救 那么后半部分就讲 耶稣带来了爱 带来了救恩 带来了无条件的恩典 那么真理那一部分 我们先讲宇宙大爆炸 DNA 这些最新的科学发现 我们在哪里发现 我们就在哪里丧尸 我们困惑迷茫 那么下半部分就讲 耶稣他所宣告的 天和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不废去 从创世到末世 他都宣告了 都宣告了 所以整个是 耶稣基督就是人类 困境的一个解答 一个出路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他来到人间 已经帮我们解决了 永久的问题 所以 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传福音的人 要明确的知道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三个题目 一个题目就是 传福音传什么 第二个题目是 传福音为什么 第三个传福音靠什么 那么第一个传福音传什么 那就是传耶稣 为什么要集中到耶稣 那么神 他的本体 是我们看不到的 也是我们没法论证 没法去传的 他是奥秘 他是灵 那么神的本体的真相 就是耶稣基督 经上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父 唯有父怀里的独生 只将他表明了出来 而且不仅表明 还是独一的拯救 除他之外 别无拯救 天上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而且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是可以摸 可以吃的 可以喝的道 在约翰一书里面 讲得很清楚 这个道是 不仅是可见的 而且是可摸的 当然耶稣基督也说 他是可吃的 可喝的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若不借着圣子 没有人能认识神 圣父谁也看不见的 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父 这句话就把话说绝了 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的本体 那个圣灵 也从来没有人 也从来没有人 自己直接去接触圣灵 除非你借着耶稣基督 因为圣灵是在耶稣基督里赐下来的 所以圣父 圣子 圣灵 圣子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道路 他是人又是神 神 人 二 性 就成了我们人跟神之间的 唯一的桥梁 中介 所以这是为什么道成肉身这么重要 道若不成为肉身 我们永远不能认识道 更不能得道 所以这一点 传统的神学里头 我一会会讲到 没有给足够的重视 离开耶稣基督是不能认识神的 所以你在没有讲耶稣 在没有讲基督论之前 就讲上帝论 那是错误的 那跟那个托马斯阿奎纳 跟天主教神学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跟古希腊哲学没有什么区别 古希腊哲学也是 他可以离开耶稣基督 大讲上帝的属性 今天我不能多展开讲这些事情 我只是告诉大家传福音 你要传谁 保罗说 我到你们那里去 没有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 你注意 他没有直接去讲什么神的奥秘 他讲什么呢 耶稣基督并且钉狮子架 所以神是借着耶稣 让我们来认识 让我们来领受 让我们来得祝福的 只是借着他 所以下面我要谈 我们不能离开耶稣 谈上帝 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 说中国人信耶稣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呢 要先说服他 这个相信宇宙有一位上帝 第二步呢 要再说服他 这位上帝就是耶稣基督 是吧 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现在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就是一步 就是上帝已经在耶稣里显明 活了出来 就是合而为一了 合而为一了 就是直接讲耶稣 当然下面我会展开讲 怎么直接讲耶稣 这个 我这么多年传福音呢 我真的是从一认识主 一受洗就开始传 这个也是身不由己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普林斯顿 我信了主之后 就都传吧 说有一个民运分子信主了 就都请我去做见证 开始我是不好意思 也不会 但是就硬逼出去 逼出来的 这个就讲讲讲 后来念神学院的时候 也是周末就飞来飞去的去讲 这个信主20年 传福音差不多有19年的历史了 这么多年传 我开始的时候 是凭着朴素的感情 什么叫朴素的感情呢 就是我一信耶稣 我就知道 只有耶稣能吸引我 只有耶稣值得我信 因为我是学哲学的 很骄傲 那古今中外的思想家 什么我们都研究了 我们谁服谁呀 这个历史上有几百个哲学流派 谁服谁呀 而且我们学哲学的人的 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 一个纲领 一个原则就是 在别人有答案的地方 我们要问为什么 就是说到底一句话吧 就是什么都不信 哲学研究的前提 就是什么都不信 这就为什么哲学跟神学 是没法对话的 神学的前提是什么都信 圣经里的话 以信为前提 那哲学家是以不信为前提 怀疑一切 像蒂卡尔说的 什么都怀疑 我只是不怀疑 我自己正在怀疑 就我思故我在嘛 所以我学哲学这么骄傲 你如果给我讲神学 给我讲教义 我怎么能信呢 我天生就是要辩论的嘛 但是耶稣一到了我的眼前 我整个生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这根本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 你乃是遇见真神了 以前我们是在一个黑屋子里 互相变来变去 对吧 你说这是厨房 我说这是厕所 因为反正黑过隆东的 谁也看不清 你说这个良善在这里 我说良善在那里 你说这是邪恶 我说这不是邪恶 我们就变来变去了 反正都黑过隆东的 一碰见耶稣是什么 突然亮了 光照满了这个房间 你不用再变了 你自己眼睛一看 你就知道哪是厕所 哪是厨房 有了光 耶稣就是光 说道就是生命 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就照亮我们 所以我被耶稣所 所折服了以后 我很朴素的一个感情就是 我见谁都是讲耶稣 而且我自己跟耶稣一祷告 我就流泪 我一想耶稣我就激动 我一想他鲜血淋淋 死在十字架上 还说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就知道这是普天下 最慈爱的人 而且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说的那些话 他的每句话 我一读 我一到我的 到心里 我就浑身 就甜的 跟喝了蜜似的那样 你没有办法 所以那是朴素的 到后来 我就越来越意识到什么呢 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因为 全部的神性都在耶稣身上 给活出来了 神性不是说出来的 神性是用生命活出来的 而我们神学教义 就是会说 那而耶稣是活 他们的根本区别就在这 人家耶稣活出来了 我们就把他活出来的 给说出来 人家是有血有肉的 一点一滴的 给活出来的 我们就把他 盖活成几个干巴巴的教义 所以 我以后会讲 教义是不能救人的 只有耶稣能救人 那么 那个比拉多 在审问耶稣的时候 第一次见耶稣的面 说了一句话说 看这个人 那这句话很重要 神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 看这个人 拯救在哪里 看这个人 后来尼采 尼采是个反基督教的哲学家 他曾经说过 上帝死了 上帝如果不死 我就不能活 他跟上帝势不两立 但是他不反耶稣 他说上帝死 死在你们教会里了 上帝死在哪里了 死在教会里了 他说你们信耶稣的 没有一个能活出耶稣了 他说你若说你的救赎主活着 请你活出你被救赎的样子了 所以很多反基督教的人 一点都不反耶稣基督 他们发现了 基督教杀死了耶稣基督 就是根本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 没有 所以这个尼采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那个 他自己的一个传记 他就 那个书名就叫做 看这个人 他就用了这句话 美国有一个网站叫多维新闻网 那上面有一个作者叫显言 他老发表时评 非常的锋利的文笔 结果有一次他写了一篇 批评基督教的文章 正好是我们的福音要发表之前 而且在多维新闻网上报道的之前 这个人呢 就发了一篇评论 他说这个 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 一进入灵界 人的理性就失去了判断能力 他说既然如此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的就是上帝呢 你怎么就能断定 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真的呢 他说如果魔鬼有智慧的话 他也会化妆成上帝来欺骗你们 反正你们进了灵界都糊涂了嘛 人的理性在灵界是不起作用的 结果呢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啊 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就去跟他辩论 这个 但是我很遗憾的就是 这些辩论的人呢 当然都是基督徒了 他们都从什么角度呢 从理性与灵性的关系 这个角度来辩论 从宗教比较的角度来辩论 对啊 从撒旦的本性 这个角度来辩论 没有一个人说 看这个人 看耶稣基督 看这就是神 神已经以人的样子活出来 让我们可看 可摸 可吃 可喝 已经变成一个生命了 的确如果没有耶稣 我们真的没法认识上帝 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好几千种宗教 他们都想认识神的 都是瞎子摸象 摸来摸去 摸来摸去 因为人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你看约翰福音这说的已经绝了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 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 表明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不把这个表明出来的 举起来 看 就是他 你看耶稣在哪一个角度看 都是神 从他的出生 到他所说的每句话 然后到他的死 到他的复活 到他对人类历史两千年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到他对我们生命的改变 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神的作为 为什么不高举其他来传福音呢 所以传福音呢 就是传耶稣 传耶稣是神 你注意在使徒行传里边 我们看 那个当年使徒们传福音传的是什么 就是传耶稣是基督 我们现在把这四个字连起来好顺口啊 耶稣基督 基督耶稣 那个时候要把他们连起来很不容易的 耶稣 那个纳撒勒人耶稣 那个木匠的儿子耶稣 那个被你们盯上十字架的耶稣 他就是基督 就是救主 就是弥赛亚 把耶稣跟基督画等号 这是不容易的 就是为了这个 他们都死了 都殉道了 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传什么 我们不是也是传这个吗 传什么 耶稣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耶稣 就在耶稣身上向我们显明了 上帝一切的美好 一切的美意 都在耶稣身上向我们彰显出来了 上帝对我们的拯救 我们的祝福都在耶稣身上 不就是要传这个吗 离开耶稣传上帝 越传越糊涂 离开耶稣基督 并且钉十字架 用高原大智宣传神的奥秘 这正好与保罗相反 所以我就跟大家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我听过好多人传福音 这个我自己原来 在没有信耶稣之前 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 研究上帝真实不真实 这个有没有可能啊 然后创造论跟进化论呢 这个进化论的问题在哪里 我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不研究啊 可以研究 这都是御功 这都是福音的御功啊 这不是最后那个决战 决战是什么 是把耶稣举起来 耶稣本身就是大能啊 你只要把他举起来 他自己就会吸引万人归向他 所以耶稣自己说 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他自己有这个吸铁石的能力 你看 你们知道磁铁 磁铁 他自己会吸东西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木道友 把他拉进到耶稣跟前来 进到一定程度 啪就吸过去了 这是我讲第一点 不能离开耶稣谈上帝 我们传神传上帝的救恩 就是传耶稣 然后第二点呢 不能玄兵夺主 这个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什么叫玄兵夺主 就是我们会引出很多其他的东西来 比方说我们可以从罪的角度来传福音 说人人都犯了罪 我们揭露人的罪 指责人的罪 让人悔改 这是一个路子 还有的人呢 是从科学的角度 我也经常从这些角度 来引入耶稣的救恩 还有从死亡的角度 这个从那个爱的角度 从苦难的角度 从人的良知 道德的角度 你从哪个角度都可以了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比如说从苦难的角度 那你要引到 怎么样才能战胜苦难 你要引到耶稣这里来 你从爱的角度 我前天晚上在这里就是讲 从人间的爱 人间的爱根本不是真爱 那你就引到神的真爱来 你从死的角度 你要引到耶稣的复活 你从罪 你要引到耶稣的赦罪 都要引到耶稣这里来 但是在这个引的过程中 我常常发现 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什么呢 宣宾夺主 前边讲的太大 前边那些 本来是做引子的东西 成了主体了 一讲最 哗啦哗啦哗啦 讲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 然后最后五分钟 讲到耶稣这里来 结果让人觉得 你是在自以为义 指责别人 这个真正的重点 还是耶稣基督 引子只是一点点 你看任何一本书 那个引言都是很短的 那个正文就是耶稣基督 你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 要讲出来 现在很多人特别强调 就是讲罪 不是不能讲罪 一定要讲罪 你不讲罪的话 我们耶稣就白来了 但是讲罪 不是目的 我跟大家讲 佛教也讲罪的 那佛教讲 那个人都有罪孽 六根不净 将来万劫不复 讲得很狠 但是基督教讲罪 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讲 不仅我们有罪 而且我们是无助的罪人 你根本没办法 战胜你的罪 你靠什么道德修炼 积德行善 都没用的 你彻底败坏 而且毫无力量 能够挽救自己 然后最后 你讲到耶稣基督 他是怎么挽救我们的 我明天会讲 人心中的那些要害的时候 会展开讲这些事情 我这里强调的就是说 你不管以什么做引子 哪怕你的对象是 年轻人谈恋爱的 你可以从恋爱的角度做引子 你的对象是生了病的 你可以从疾病苦难角度做引子 都可以 但是最后 你的重点是让他认识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上帝 认识这个 眼就开了 他的眼睛就开了 那么接下来一点 第三点 就是不能添加私益 在传福音的时候 千万不能添加任何私益 就是那种宗派性的东西 这个 我发现我们有时候传福音 受了拦阻 就是因为我们 受我们的宗派传统的影响 讲了很多 不是耶稣基督的东西 不是原生的东西 而是后来派生的东西 比方说预定论 预定论这种东西 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说法 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能跟穆大夫讲这些东西 你讲这个的时候 那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我预定了 自由意志论 你也不需要讲 这些事情是我们内部掌握的 是那个老师用的课本上写这些 那学生用的课本上 不印这些东西的 你就跟他讲 耶稣就是了 如果是被拣选的 那他当然就被吸引来了 如果不是被神拣选的 他就吸引不来 对不对 那你做你当做的 就是你把磁铁拿到他跟前了 看他是不是个 他是不是个铁渣 是铁渣就吸过了 如果是塑料 那就吸不过了 还有一些人 在布道会传福音的时候 批灵恩派 你这样的话 你怎么能让穆大夫信你啊 人家一听 你们内斗呢 那算了吧 算了吧 你在培灵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些 对不对 所以你们哪不对 或者是哪 这个 有什么不同意见 都可以讲 提防什么异端 什么极端 都可以 你传福音的时候 不要讲这些 传福音就是讲耶稣 我们内部的一些纷争啊 木道友不感兴趣 你只能拦阻他 这种会 那种会 什么进行会 长老会 圣公会 路德会 那个这些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传统 有自己的一套教义 然后呢 他们传福音的 有时候就以为 就是在传这些东西 但是这不是福音 不是福音 福音的内核 就是耶稣他自己 但是我们受了这么多的影响 不知不觉的 我们一出口 就是我们学的那些东西 一出口 就是那个 那个加上去的那些 教义神学的东西 还有一些基督徒 做基督徒时间久了 连那个词汇 语言都变了 那木道友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 那个那套词汇 我听不懂 很多地方听不懂 交流 我们叫交通 我们的交通 就是traffic嘛 交通 在国内的时候 交通就是交通运输嘛 你说 那应该是交流 还有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 其实本来说 罪的代价就是死 工价就是工资嘛 犯罪还要有工资啊 这些还有什么 耶稣的保险能洗净你的罪 这些用语 这些句子 对不信的人来说 他根本听不懂 所以少用这种句子 这个我记得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出来讲见证 我都是用自己的话 把我理解的圣经说出来 结果有一些老传道人 就跟我说 远弟兄啊 你最好用圣经的原话 圣经的原话多准啊 多有力量啊 我知道 那那个时候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那样很多木道友 容易听进去 但是现在快二十年了 我也背什么了 我现在讲出来 也都是满口圣经上的话 你不知不觉的 就跟他们拉远了距离 跟那些不信的人拉远了距离 但是我还是比较小心 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 我什么教会都去 不是都去了 是人家请我呀 允许我去 你不管是这种派 那种派 他都叫我 我都去讲 甚至天主教我都去讲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的很单纯 就是耶稣 你讲耶稣 你左边天下 哪个教派都可以讲耶稣的 你讲什么预定论 自由意志论 这个论 那个论 那有的就不接受你 我们不讲这个 你讲这个 我不讲这个 我就讲耶稣 然后还有接下来的一点 就是不能 这个干瘪抽象的传福音 就是简单说 就是不能传教义 我刚才提到了 是传耶稣 不是传教义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常常传教义 比方说音信称义 我们很多人结果 就跟木道友讲来讲去 就讲一讲 你信吧 你信了就能得救 这就是音信称义嘛 所以你只要一信就好了 你怎么就不信呢 找急的不得了 你就忘了 你不该这么讲 你应该让他讲 耶稣是基督 你把这个讲透了 他就自然就信了 你不是在传教义 你是在传教义 所引导你到达的 那个耶稣基督 你要音信称义 他的目标是耶稣 信谁啊 信耶稣 为什么要信耶稣 因为他是神 你最后还是归结到 这个地方来 比方说还有三位一体 你千万不能跟木道友 讲三位一体 因为咱们自己都弄不清的 你可以讲了 我知道每个人 都有自己一套 你都可以讲 但是人家不信 是另一回事 还有一些什么赎罪计 这个赎罪计的概念 我们基督徒都是很清楚的 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说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我犯了罪 他帮我赎了 凭什么 谁的罪谁担的 哪有别人帮我赎的 犹太人 古时候有这个 旧约里边有这个条例 有这个信条 中国古代也有 像姚舜宇 夏商周的时候 也有这个 但现代人不明白 不明白 这个罪是可以 被羔羊所代替的 不明白 还有末日审判 这些东西 你跟木道友讲这个 他根本听不进去的 地狱啊 什么这些东西 天国 讲多了 他就说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你们老这么自私 老想上天国 那谁下地狱呢 总得有人去啊 我去吧 我比你们高尚 所以这些 教义的东西 以后他信了之后 他会自己去慢慢认识的 那关键是让他认识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神 他认识了这一点之后 别的一步一步 都应认而解 如果这个东西 他没认识了 你讲那些东西 都没有意义 而且你讲的再什么 他也不会信 即使你说服了 让他信了 也信错了 信偏了 因为他不信 耶稣基督 他信的是教义 还有一点 不能只用旧约 旧约是犹太教 犹太教的经典 是旧约 我们基督教 也用旧约 是因为新旧约 是一体的 我们不能离开旧约 谈新约 但是我们真正的 我们的旧恩 是从旧约基础上 生成的这个新约时代 耶稣基督来了 从律法变成了恩典 他的十字架 这是我们的旧恩 所以如果我们老是讲旧约 那那个目道友 那问题多了 那上帝怎么那么残酷 索多玛 阿玛拉 迦南地 连牲畜都不留 男女老幼都杀绝了 然后有的人就说 旧约的上帝 跟新约的上帝 好像不是一个上帝 新约的上帝 那么慈爱 耶稣基督 对不对 被杀死了 还赦免那些杀死他的人 可是那个旧约的上帝 怎么那么严酷无情 一个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人 他没有办法来区分新旧约 这个关系 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传耶稣基督 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要让他们认识 但是那是以后的事 慢慢慢慢 他会读的 他会认识的 但是领人得救 是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这个 还有 我要讲一点 就是我们不能率性而为 我们传福音要体谅 慕道友他们的理解程度 我们不能将他吓跑 我这里边讲的就是说 我们那个有一些比较追求 圣灵充满的教会 你知道慕道友一来 你这教会就吓跑了 因为你那个表现太激烈 我们内部培灵是可以的 内部奋心都可以 但是你 他进来一看 劈啦啪啦倒了一地 然后一听的方言 嘀啦嘀啦嘀啦 听不懂是什么 然后我在那儿喊着叫 我蹦着跳啊 慕道友一看 这不都是喝醉酒的吗 我们自己的经历 不是传福音的内容 我说的是属灵的经历啊 那个 这个恩赐 说实话也不能帮助你多少 真正能够得胜的是耶稣基督 恩赐还有我们的经历 都能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让人来接近耶稣 比方说我们的见证 对吧 神迹其事 这些都可以帮助 慕道友来认识 但是你不要靠这个 即使你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也不信 这是耶稣说的 除非他真的认识了 耶稣就是神 他才会信 你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女人 不就是这样吗 他信了之后 他跑到村子里去说 我遇见这个基督了 他就是基督 那村子里的人 后来直接来认识了耶稣才信 不是靠着这个撒玛利亚女人 所以我们还是要高举耶稣基督 不是靠其他的东西 总之 这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要用耶稣基督做道路 做突破口 做入门 他是阳的门 如果不从这个门进来的是不行的 不能得救的 也不能出入得草吃的 还有传主耶稣基督 而不是传教 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传教式这个说法 在这个十字架电影里边 我都把它改成传道式 我们是传道不是传教 因为宗教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枷锁 不仅是在不信的人看来是枷锁 在我们基督徒眼里应该也是枷锁 宗教叫人死 自己的教派 自己的教义 不是传这些东西 总之就是原原本本的 传那个有血有肉的耶稣基督 我在传耶稣的时候 我常常讲耶稣的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他活出来了神的恩典 就是无条件的爱 这是最能够打动人的 恩典嘛 人间真的没有 只有神 借着耶稣基督 才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要把这个 首先我们自己要吃透 然后把它一点一点的掰开 像掰饼一样掰开 给目道友看 还有就是耶稣所宣布的真理 耶稣虽然是木匠的儿子 没有进过学堂 那么年轻 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的话都是真理 他的每一句话 都远远的超过了现代科学 包括世界的起头 包括世界的末链 包括将来他再来 我们特别强调 耶稣替我们死 担当我们的罪 复活 给我们永生 但是我们很忽略 他活着的时候说的话 他那三年多传道生涯 留下的那些话 都记载在四福音书里 这些话很重要的 耶稣到世上来 不是为了履行一个法律手续 就替我们死了就完了 不是来了 就说你们人类的罪 我来了 我一死 给你们担当了 我就好了 然后我再一复活 把信我的人都带着复活 他来了 是活出来了一个 完完整整的 有血有肉的 上帝的生命 是这三年多是活出来的 所以他一再让我们要跟随他 要舍己 他什么样 我们也要什么样 都是讲生命 都是讲生命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 真正要得的是生命 那么我们传的 也是耶稣基督 这个完整的生命 这个他的恩典 他的真理 他的生命 他的大能 所有这些 加上自己的见证 加上我们自己 得生命的见证 然后你这样传出去 就有力量 让人们看见 这就是神 如果不是神 他怎么能这么爱我们呢 人间没有的爱 如果不是神 他怎么能说出 这样的真理呢 如果不是神 他怎么有这样的大能呢 所以我常常想 任何一个人 只要他头脑是正常状态 他认识了耶稣 一定会信的 我有这个信心 我在给人传福音之前 我就有这个信心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 关键是我们自己 没有吃透他原来 你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自己 没有把耶稣基督 这个生命吃透 我们自己 也受了传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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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挟 我们只会被一些教义 我们自己都以为 耶稣来的目的 就是替我死 No 耶稣教你怎么活 你知道这个 很要紧很要紧的 耶稣 那个完整的生命 我们前提就是 我们传道的人 传福音的人 自己要先到耶稣这里来 要吃他 喝他 就有生命在我们里面 如果不吃他的肉 不喝他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传也传不出生命来 其实你传的 勉强的让他入了教 也还是灭亡之子 耶稣说了 所以有些 我看有一些基督徒 真是说信了好多年了 你跟他一谈 他没有生命的感觉 为什么 后来你就发现 他一开始信的 就不大对头 所以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 要吃透他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讲起耶稣来 就如数家珍 就好像他介绍一个 我最知心的朋友 我有这么好一个朋友 他是有大能 他有恩典 有慈爱 而且有真理 全部的真相都在他那里 你把你这个最好的朋友 介绍给你面前的人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有力量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传福音传什么 传什么 那么第二点 传福音为什么 这也很重要 这个 这是跟第一个问题相关的 我们传福音 第一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将来得奖赏 我不喜欢这个说法 说我们在地上做工 是为了将来到主那去得奖赏 得什么奖赏 你在地上还没得奖赏 竞争还没够吗 还到天上去竞争去 有的人就说吗 我到天上去 这个扫厕所也可以了 只要能进神的国就可以了 奖赏你去拿吧 你知道 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主 是为了主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这个 为什么说是为了主 因为主 他为我们舍命 死在十字架上 他到世上来 就是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 他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我奉差原是为此 那么他升天以后 他把这个责任 这个使命交给我们 我们是在替他做事 我们不是为自己做事 神在人间一定要找同工 有的朋友前几天还问我 说上帝如果是全能的 他自己这么一口气 让我们全信了不就完了吗 干嘛让你们传道人那么辛苦 你知道吗 神是要找同工的 你看耶稣到世上来找了十二个 那么耶稣走了之后 他要有更多的人兴起来 因为神是灵 他是灵 他必须成为人的样子 才能救人 同样 他也必须借着我们这些人 才能救人 但是我们是靠他的灵 是靠他的灵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要 以一颗爱主的心 以主自己的心为心 来传福音 我每次在上台步道之前 我都跟主耶稣祷告 我说主啊 这是你的时候 这是你的场地 这是你的人 你自己亲自来 我如果我祷告不通的话 我就一直祷告 我说主啊你要来 你不来我不去 你不来我没法讲 你站在台上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你就知道神跟你同在 你这个个别传福音 也是这样的 你如果没有这种 与主同在的感受 你不要开口 你如果有了这种与 主同在 主就在你身上 他已经把权柄能力 赐给你了 这个时候你再开口 以前我讲过这个见证 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来了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我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几年我在海外的经历 其实我是做见证 一步一步的就讲 我怎么信主啊 信耶稣啊 怎么跟我太太不吵架了呀 怎么好了呀 这些 我讲完以后啊 我们这一家子人 雅雀无声啊 整个屋子的空气 已经凝结住了 你想想 这些人都从小 跟我一块长大 看着我的 怎么现在突然讲 这些神神叨叨的事 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的二妹妹第一个开口 说大哥呀 反正我们都听你的 你信什么 我们就信什么吧 说是这么说了 那个信还是要自己的事 你知道我在给他们讲的时候 我那个感受是什么 我就觉得 耶稣 就让我讲 说你不要顾脸面 你不要不好意思 我就在你身上 你就大胆的讲我 保罗那句话 我不以福音为耻 你知道 我娘看着我长大的 弟弟妹妹们都看着我长大的 我突然几年不见 讲起这些事来了 但是耶稣与你同在 你就有勇气 而且有底气 那个底气很重要 就是信心嘛 底气就是来自信心的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讲的是对你最好的 我都知道 而且我知道你们都会信的 你要有这个信心呢 你传福音的时候 你是为了主 为了耶稣 耶稣就在你身上 不是你在做 是主在做 古人讲嘛 欲人不悟 须先自美 欲人不疑 须先自信 就是你要想让人 不觉得你丑啊 你自己要嫌美起来 你让人不怀疑 你自己要 首先要有信心 我们很多人传福音 没有权柄 没有能力 那怎么行 这耶稣在让他门徒去传道之前 先把他们叫来干嘛 赐给他权柄能力 一个是权柄 一个是能力 权柄跟能力还不一样 你知道 权柄就是那个气势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底气 能力 包括恩赐这一类了 是吧 你首先要有股气 就像一个士兵 一个勇士 到战场上 你首先要有那个英勇的气势 然后你那个能力是什么 就是你的武器好不好 那是能力 关乎能力 你这个武器再好 你自己没有勇气也不行 这权柄能力 主耶稣都给我们 你为了主 主就给你 好 第二 是为了人 为了什么人呢 是为了这个对象 你在给他传福音的时候 你是为了他 为了他得救 为了他得福气 你是在给他指 人生 真正的出路 你是在救一个死人 你是死马当活马医 你若不打救他 他就死了 死定了 你是为了他好 所以 一定要替对方考虑 你知道你在做的是一个何等大的善事 你是为了他的生死而揪心 而揪心 以这种心态去传 你知道我当年唯一 这个感受这么强烈的第一次啊 就是我太太 我信了他还没信 你知道我给他传福音是真的是迫切 首先我是说他要得到这个福分 如果他得不到的话 那是我最大的遗憾 你要在我没有信 你耶稣之前 我们俩吵架吗 其实是我欺负他了 所以我信了主之后 他老不信 到了美国还跟我吵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的就劝我 说跟他离了吧 说这个信与不信 不能同福于恶 后来我心里就想不能 因为我没信耶稣之前 亏待他太多了 太对不起他了 那现在信了耶稣了 即使他不信 我当时这个想法 即使他不信 我也得伺候他一辈子 我就用主的爱爱他一辈子 当然我相信他会信 我有这个信心 那我就这个时候特别替他体谅 我就希望他快点信 快点信 我心里话 你老不信这样下去 我都坚持不住了 我是爱你 但是老你老这样怎么行 这真是火烧眉毛 我那时候祷告跟神 真的是每天晚上 在神面前祷告 是火烧眉毛一样 我说主啊 你必须救他 你再不救他 我都受不了了 所以你如果给谁传福音 你要有急迫切的爱信 我就是跟神讲 我说你 我说主啊 你救他 比救我还重要 像保罗不就这个心态吗 为了我的骨肉至亲 我宁肯自己与基督分离 就是那种迫切的心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是为什么 是为了主 是为了人 唯独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是为了地上的国 也更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教派 教会 也不是为了我们机构的事工 我现在发现很多事 现在弄得我们呢 就忘掉了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老为自己个小圈子去策划 然后当然更不能是为了这个 自己理论正确 自己道德的高尚 自以为义 自以为是 用这种态度传福音 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 他在跟木道友辩论的时候 他为了表现他正确 指责人家的罪 把人家指得一塌糊涂 就表现我们信了的人很高尚 而且进化论跟创造论的辩论 是为了我有理 很多基督徒在辩的过程中 脸都红了 那不行 那你就慢慢 你不知不觉 你的血气就出来了 不知不觉的 你就不是为了 主传福音 也不是为了对方传福音 乃是你自己的血气 为了表明自己理论上的正确 道德上的正确 教义的正确 那就完了 那对方 我跟你说吧 你越谈对方越不行 你把对方变得雅口无言了 对方气的就走 我常常讲这种时候 你还不如输给他好 我明天会讲的这些 就是说当你跟一个木道友讨论问题的时候 你赢了他 你不如输给他好 你输给他了 理论上输给他了 但是你的人格呢 他佩服你 你知道你让他赢了 他很高兴的 他一高兴就说 这人真不错 真好 你结果你把他变赢了 他说这人很能变 不可教 所以我们用生命影响生命 这是我讲传福音 是为什么 千万不要 有为自己 为教会 为团体 为机构 这种东西 都是为了主 为了人 第三 最后 就传福音靠什么 答案也很简单了 传福音 靠什么 靠福音 传耶稣 靠什么 靠耶稣 传光 你靠什么 靠光 对吧 传真理 靠真理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是靠我们自己 怎么努力 去构思这个讲章 去搜寻故事 推敲文字 甚至研究 那个口才动作 怎么做 我不是说这些不好 有的神学院都教这些东西 教这个演讲术 讲道术 有的神学院 甚至要求你 每一篇道 都得把稿子写出来 我知道有的这样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 如果你 你觉得这样对你好 你就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传福音是靠圣灵 因为圣经上讲 再清楚不过了 这是靠神的灵 方能成事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圣灵感动的情况下 任何人都不能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徒们说 主就是那灵 主在哪里 他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那你要让一个木道友信主 就让他得自由 脱离罪和死的捆绑 那就是靠主的灵 认识到这一点呢 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人 我们的重点就不是放在我们人为的自己的努力上 而是这么三点 我觉得挺重要的 第一点 就是长期来看 从长期来看 我们要吃喝耶稣 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不是靠三天两天能够见效的 就是要天天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把他的生命吃进来 化作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是传福音有能力的一个基础 就是每天到神面前来 我们所谓读经 祷告 灵修 但是我今天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 你要把四福音书吃透 整本圣经我们都要读 整本圣经都是给耶稣做见证的 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 对吧 以为里面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 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你看耶稣的话就很清楚了 整本圣经是给他做见证的 你读圣经 查考圣经 不能代替到耶稣这里来 也不等于到耶稣这里来 有很多人对圣经非常熟悉 但是呢 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他用圣经 做一个棍子去打别人 做手电筒去照别人 但他自己活不出耶稣基督一点生命来 当他为真道而辩护的时候 他口里吐出来的全是凶恶之气 他说的话 具体都是真的 都是对的 可他那个态度不像主的态度 像法利塞人的态度 法利塞人说的都是对的 你们知道吗 耶稣说了 他们的话你们都要遵行 但是不要照他们去行 所以关键是到耶稣这里来 得生命 没有生命什么都不行 那生命怎么得呀 生命这个东西不是 一下一劳永逸的事情 真的要天天吃喝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有了生命了 在我们里头 但是你这个生命要成长的话 每天要吃要喝 不然的话就饿死了 一个小生命 你要每天吃喝嘛 所以我们每个人到耶稣这里来 不是一次性的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但是不是一次得了生命 就不用吃喝 吃一顿饭就到老为止 充一次电 手机就永远不再充电了 不可能 所以要天天吃它 这是个苦功夫 我自己也在 也是在操练 我们每个人要操练 你每天拿出 一定的时间来到主面前 这个我想很多我们在座的 你们既然是有心传福音的 有心做主的仆人的 你们要这个操练 特别强调的就是 四福音书 要把耶稣吃得透透的 他的英容笑貌 他的言谈举止 他怎么对待穷人 怎么对待富人 怎么对待敌人 怎么对待罪人 你都了如指掌 他怎么对待自己 你想一个最知心的朋友 最知心的朋友就是 你对他了如指掌 以至于当你遇到 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立刻就知道 如果是我的主在这 他会怎么做 这就是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每个人 要在主耶稣基督上 狠狠地下功夫 他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玛纳 每天来吃 而且你今天吃了 不等于明天就可以了 明天也要来吃 天天这样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这是经上讲的 等于你天天来 带这个奥秘的 这个宝库 每天来知取 每天来知取 我自己也是这样 这样的体会 如果我离开了耶稣基督 真的就没法活 没法传道 甚至没法 跟我太太打交道 你有了耶稣基督 这个就什么都好办 脾气会越来越好 度量越来越大 真的 越来越接纳别人 你跟什么人交朋友 你就越来越像什么人 你跟耶稣天天是密友 知心的朋友 你可不可以越来越像他吗 你跟加尔文交朋友 你就会越来越理论化 神学化 我不是说理论化 神学化不好 那是一方面而已 我们一个完整的生命 是在耶稣基督里 这从长期来看 从中期来看 中期来看 我们要准备讲章 或者准备向人传福音 有一个中期的任务就是 你要近距离的 就掰开主的生命 这个 揉进自己的见证 然后呢 准备 怎么把主介绍给别人 这个是需要准备的 你们如果不站讲台的人 这个 这方面的压力不大 如果站讲台的人 他就有很大的压力 怎么把主的恩典 主的真理 主的生命 主的能力 都介绍出去 但是你们不站讲台的人 向朋友们传福音 也要有准备 我是建议每个人 你们要有几个对象 目标 一个基督徒家庭 要有几个非基督徒家庭 做你的对象 不要基督徒老师自己 大家扎堆在一起 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善何等美 那这样的话 你就要有个计划 你怎么把主耶稣介绍给他 你包括 可以找一些光盘 福音的光盘 福音的书籍 对吧 怎么一步步让他看 先看让他看什么 后让他看什么 这个你都要有个计划 内容上 还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就是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这个其他的东西也都需要了 预工 预工很重要 比如说进化论 创造论的 这个争论 科学与信仰的关系 还有这些 这个道德伦理 这个他的软弱 所有这些事情 历史文化上的问题 我以后也要讲 这些问题我们都要 涉猎到 都要懂得 都是引子 但是最后我今天强调的 只是那个核心 就是耶稣基督 一定要把他带到这里来 那么从短期看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每次你在开口之前 你在传福音之前 都要有迫切的祷告 求主来亲自的说话 在收桩架之前 临时的磨一磨那个镰刀 这个也很重要的 不能不祷告就上来 就讲 张家音教师 滕师母 他编了一本宣教的 什么讲道的手册 他让我有一个 有一个分享 我当时就是在电话上 跟他们谈了 我谈了三个真 真道 真情 真实 真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第二个就是真情 你要动你真的感情 真的去出于爱 为他而交集 那么第三个就是真实 真实就是说 你要有你自己的见证 有你自己真实的见证 就都是要真了 都真 这个传福音不是一个艺术 我常常这样讲 传福音是一种生活 艺术这个东西呢 有时候会夸张 会像做一篇作文一样 怎么讲的修辞 怎么美丽啊 构思巧妙啊 这个东西都不重要 生活不是这样 生活是赤裸裸的 我觉得传福音是一种生活 就是把你自己赤裸裸裸裸的 暴露给对方看 你怎么犯罪就怎么犯罪 你看我不知道 我从来不忌讳我的罪 以至于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家的事 我们每个人信了主 我相信都有很多见证了 好好想一想 数算主的恩典 多搜集搜集自己 这么多年过来 有哪些值得向人暴露的 就是暴露给人看的 如果你这个准备的过程中 你发现你自己还不配 那很好啊 你等于是在向别人 传福音的时候 你把你自己也提升了嘛 对吧 免得像保罗说 我把福音传给别人 自己反被淘汰了 所以我觉得传福音是很好的 是神的祝福了 当你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自己是受祝福的 是受祝福的 好 我想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 我真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感谢你 你这样又真实 又完整 又丰富的来到我们面前 你把我们富的荣美 完全的显明给我们 你把富的权柄能力 也带到了人间 主啊 我感谢你 我求你亲自的 来引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教会 不管我们的背景 不管我们的职业 不管我们的经历 今天我们在这里 一同看见的是你自己 而且我们也深深的知道 有了你就足够了 主啊 你就是福音 你就是大能 除你以外 再没有福音 再没有大能 主 愿我们每个人 都用我们的生命 把你高高举起来 也用我们的口 高高的举起你来 主 让你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自己 愿福音 在香港能够大大的复兴 这不仅仅是关乎香港 也关乎中国大陆 主啊 我知道 在这末后的时代 你的心意 是何等的急迫 主啊 你来的日子 确实尽了 这十三亿 这最大的一群羊 你看的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 主啊 求你兴起我们 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候 真的成为你的勇士 主啊 求你赐给我们信心 赐给我们勇气 让我们知道 你的权柄和能力 是已经给了我们 是何等的大 主啊 我们以前亏欠你 求你以后 亲自的来督促我们 亲自的来激励我们 主啊 谢谢你 我知道 只要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无枉而不胜 主 谢谢主 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们